走吧 上车吧 谢谢你来送我 走 不是早出来了吗 这会儿才来啊 我在路上碰见一起车祸 还挺严重的 把路都给封了 绕了半天的到这儿了 我开口开口 行吗 老漂亮啊 我妈又是看你这样 非得乐开花呢 那什么时候我再接回来啊 别提了 这两天一听说这事吧 一激动就没睡着觉 上医院一检查 那各项指标都偏高 医生不让他坐飞机 这两天正着急呢 那怎么办啊 没事 咱们登记完了 明儿咱就飞过去看他去 怎么什么事儿 让你一说都这么简单 这有什么不简单的来吧 只要进来这会儿 咱就大功告成了 其他都不算事儿 喂 我就是 谢谢 走啊 好的 怎么了 林伟出车祸了 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单 那赶紧上医院吧 我送你去 走 患者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不过剧烈的撞击 导致他双腿粉碎性骨折 虽然我们已经尽全力 保住了他的双腿 但是恢复还是需要 比较长的时间 具体时间现在还无法估计 只能等待进一步 检查结果出来以后 才能得出结论 不要太着急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我都会陪着你 不要太着急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水 很热 我可以帮助 把柠檬汁开 火 这是什么 你说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医院 不会活着 先别说话了 他先他 你是说秦珊吧 他没事伤得不重 你不用替他担心 他 怎么坏人了 我在你包里 看到了那份检查报告 我去找了大夫 大夫说他没有回忆 喂 小周 韩总 你让我调查美国联头的投资事情 我已经搞清楚了 什么情况 跟您推测的基本一样 这是美国联头故意抛出的烟雾弹 目的就是让UVC的人 无以为他们要收购聚财 然后错误地用高价收购聚财 从而达到打击竞争对手的目的 没想到UVC的人真的中招了 不过我又听说 UVC先期先偷了一千二百万 可为什么最后变成了一千七百万收购下来呢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